141 太陽報 股災過後歸平正負面影響未浮現 2015年7月12日港民A04 社平港股在過去一星期大上大落 導致哀雄遍野,令人觸目驚心 儘管在內地全力救市下,港股總算跟隨內地股市止跌回穩 但令人擔心的是,今次股市震盪勢必拖累實體經濟 後遺症恐怕會陸續浮現,尤其是本港旅遊及零售業首當其衝 前景堪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中港兩地股市不斷融合,為市場帶來更大流動性的同時也帶來巨大風險 不僅活心兩市總市值在股災爆發後大幅蒸發 港股在四年的之下,市值也一度步減如43000億港元 股市理應是經濟的程與表,跟隨實體經濟起落 唯獨中國股市例外,由於股票市場未成熟,容易受到政策影響 因而經常出現暴漲暴跌,一選拘選,除光 J. 量財富蒸發,內地民眾的消費力定必大大削弱 受影響的不止內地市場,香港亦必然遭受慈餘之殃 事實上,本港實施一週一行新措施後,未見其理先見其害 水貨亂象未見減少,反而打擊旅客的仿港意欲 統計顯示,個人遊人次已連續三個月下跌,且地勢越來越急 上月較去年同期大減一成一,過夜客減幅最明顯 如廖暑假亦不樂觀,內地旅客佔香港旅遊及零售業 大半壁崗山,它們的消費模式改變 本港經濟勢必受到衝擊,去年本港消貨總值出現十多年來首次下跌 奢侈品市場更成為重災區,加上最近股市劇力波動 民眾消費趨於審慎,本港旅遊及零售業勢必說上 加上一業之秋,旅遊及零售業由盛而衰 不僅是眾多社會問題的冰山一角 也是香港整體競爭力每方遇下的縮影 香港產業結構單調,四大經濟支柱虛有其表 如今金融業及旅遊業又面對重重引憂,更是冒險可守 所以說,社會貧富懸殊不斷惡化,欠缺向上流動的機會 歸根究底是產業空洞化所致 本來,成立創科局,發展科技產業有迫切需要 可惜,反對派違反而反,在財委會上百般阻撓 不拖垮創科局勢不罷休 在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下,港府施政全部難行 就算想集中精力搞好經濟民生 也只能是一雙情願 中國不斷崛起,香港佔盡近水流台的優勢 特別是中國近年主催押投降,推出一帶一路戰略 都是佈局全球的大手筆,為香港帶來無限商機 特首兩真英大隊訪問北京 其中一項重要議提示相談一帶一路的發展 希望香港可以乘搭順風車,者無疑用心良苦 但在反對派阻撓之下,能否如怨異常 實在令人懷疑,當世界各國爭相乘搭中國經濟順風車 香港卻反其道而行之,逐步走向自我封閉 可謂莫大的諷刺,周邊城市發展一日千里 香港由沉迷內鬥內耗,簡直不可理喻 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早前有國際機構調查至香港幸福指數在全球居於下游為止 這個結果並不令人意外 香港把時間浪費在無謂的政治爭拗上 整天吵吵吵吵吵,紛紛擾擾 港人怎麽可能幸福呢? 香港繼續深陷政治泥沼不能自拔 必然只有死路一條